草莓界快到了苗栗县大胡乡垃圾厂 现在又堆积了上百顿的废弃农膜 没有清除 担心造成环境维护的压力 乡长急请县政府出手来相助 县长允诺了 也强调县府正在办理废弃农膜处理中心的招标委外工作 也欢迎厂商投标 今年有400多公顷草莓园的大胡乡 在产季过后累积的废弃农膜数量相当可观 垃圾厂目前又堆积了120公顿的废弄膜 原本委托的清运业者却没有来收取 乡长急请县政府出手相助 目前大胡乡公所还有超过120公顿 那加上如果今年这一季下来又是三四百顿 所以想在临时动议里面来提出来 请求县长的帮忙 黄乡长在县务会议上提出陈情 感谢在环保局协助下 与清运业者签约至年底 无偿清运解决了乡内垃圾厂 近300公顿成年废弃农膜 但是业者清完一批之后 至今没有再来 公所忧心不已 环保局表示 契约是签到年底 厂商会再前往处理 但也希望公所部分负担 安排垃圾车将废弄膜再到处理厂 县长也承诺会全力协助农民 并督促农业处 加快全县废农膜处理中心为外案 一般农民的栽种的话 我们就是当作一般垃圾 当然也不用付费 应该公所的清洁队也好 县福环保局都会协助 那等到如果你是休闲农场 还是大量去专业栽种 那个可能就自己要付一点费用 因为我们苗栗以北 几乎没有农膜场 所以这个农业部也希望我们苗栗县 如果有办法找到适当的土地 我们已经公告了 但是目前并没有有意愿的厂商 来做报告甚至是要投资 那我们也欢迎这个对农膜有专业 甚至对农业废弃物有专业的这些厂商 能够来接洽苗栗县农业处 废弃农膜处理中心为外招标 等标期是到11月15号 全县每年约有400吨的 废弃农膜代清运处理 先政府积极协助 避免农膜沦为二次污染 危害民众健康